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见会的比赛 我猴哥遇上了珍宝格 宝格这边上的是一个女儿盘斯的双锋 配合着宙师普多加魔王 最佳方上的是一个盘斯武装的双锋 配合着宙师普多加魔王 都带的是新版魔王寨 那开场第一回合不用想 肯定都是起牛径 都是起牛径 这就看猴哥那边能不能运气好点 多出几个无穷大 也许还有点机会 你正常打肯定打不过宝贵了 咱们也不是说调侃猴哥 这确实打不过 那龙阵也是小客风阵5% 那你别说这个魔王的存在 就这种魔王的存在 他就是给这些稍微弱一点的团队 就两个人对决 总会有一个稍微弱一些的 弱一些的那个团队的机会更大 因为你强的打弱的 你怎么着你都能赢 你没有这个运气 人家也能赢你 但是呢 你弱的一旦有了这么一个运气的话 你就有机会去翻身 小雷藏刀 小雷藏刀 再套一套 米传 来无穷大 磨油 管家风 米传 也磨油 但这个龙三 太疼了呀 这龙三 有一把小客 你再加上宝阁这个 他硬件又好 那猴阁那边确实不好打 但猴阁那边有一手天地铜兽 不过宝阁这善恶太多了 那猴阁天地没法打 这 用不出来呀 这一用出来 就被善恶吹死了 那关家风 你看这个 关家风二号位这个名字 魔王的这个宝宝 关家风的二号位 是龙三位魔王的宝宝 你看他宝宝那个名字 起的就是无穷大 无穷大 搞玄学啊 搞玄学 那这个就有点意思了 来把魔火焚尸 我都感觉这魔火焚尸的伤害 都没有那个秘传的伤害 太高 主要魔王这个伤害 有的时候 咱们看不出来 为什么 就是他那个波动性 太大了 魔王 群秒的波动性 太大 所以你有的时候 就看不出来 哪个伤害高低 他不稳定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飞沙祖 思的伤害 比魔火焚尸 秒出来的都高 那你正好那一回合 往上波了 对吧 射神取异 先救一下 蓬斯 紧箍咒开始套一套 观众帮这边也是把紧箍咒套一套 之前发过就是 之前就是说过 如果针对咒识普罗的话 那金刚怒目那个特技 是相当的好用 被控愤怒控的难受的时候 有个金刚怒目 队友之间相互传一下的话 对于释放金轻来说 简直不要太熟 之前因为我之前看过 那个屈服孔庙 搞的那个金刚怒目 效果确实不错 观众帮这边 他没有武装怪的灯呀 你缺了武装怪的灯 几个咒识就疼 约乾坤再套 一把金星放出来了 又是一把舍身去 也没关系 华生死 没防御就没防御吧 毕竟没有武裂戏 善恶也不会去针对 这个华生死 来 哎呀 这不行啊 观众帮也来 都没有 都没有出发 如果说 我作为一个做视频呢 我希望猴哥能赢 珍宝格 为什么呢 猴哥赢珍宝格 有波放量 那宝格赢猴哥 顺利成招 就是应该的 但如果猴哥能赢宝格的话 那我估计我这个月 这个视频可能是 波放量最高的 但这个概率有点太低了 现在有的这么一个魔王 猴哥的运气 针对魔王的宝宝 观众帮这边也得去寻求 对战方一个尸体 你才能配合 宙斯普多 打出那个效果来 肯定还是要点上 对战方向内有罗汉 可能不太好点 再加上魔王的单秒能力 不是太出众 这个筋脉点满了以后 他也没有魔炎滔天了 单秒的话 只能是依靠 琴三迭 和一个三倍称火 没别的 魔王的单秒能力太差 把魔王的宝宝清掉 其实我这种新魔王的比赛 咱也做了个 有个七八场的吧 整体看下来 这个几率确实是一般般 更多的 还是依靠魔王的伤害 在打一个比赛 就纯伤害 跟那个运气 关系不大 反正是我做这七八场比赛 看下来跟这个运气 关系不大 他这个无穷大的伤害 只能是一个锦上天花吧 就你本身打的也不差 魔王的伤害也不低 通过这种暴剑 加速一下比赛的进程 至于想靠这个无情大 去影响比赛 就我做的这几场比赛里 我还没有见过 以后肯定会有的 这个东西肯定会有的 但概率不高 再迷船 还是没有无穷大 但是你可以看到 这魔王秒到对面化生死 直接秒了九千 你说这还要什么 无穷大 也可能做个十来场 二十场比赛吧 有那么一场比赛 是通过无穷大 翻盘了 或者是打开局面了 能体现出这个东西的价值 但大概率 它是不会影响 影响不了比赛 继续效力藏斗 观众朋友村 这边直接偷酒 看看下回合是起罗汉 还是直接放金青 就目前而言 好像没什么 金青的必要 放个罗汉更好一些 但宝哥这边血量 是没有丝毫的负担的 看怎么选择吧 选择的效力藏道 大特技先不放 先憋着 笑一笑对面的分 刚才说过 观众朋友这边 没有丝毫的压力 两个魔王 还是要把牛镜走起 你不起牛镜 经脉大招就没有作用 没有意义 回春解掉紧箍咒 观众朋友也是继续 给对面刮起来 其实侯哥那边可以去 牛镜都走起 可以给自己的武装 磐丝 去打一个颠倒五行 你毕竟没速度嘛 打个颠倒五行 躲一躲 观众朋友村的封印 或者是磐丝洞的封印 什么的 还是蛮不错的 还能防地厅呢 万一宝哥突然给你 出个地厅啥的 两个高速有天地 有那个颠倒五行的话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 预防地厅 那观众朋友继续 笑里藏刀 还是空分呢 复弦蛛丝禁药 禁了武装罐的药 一怕金青全部解开 看看双方这波运气 谁都会更好一些 灵动刷上 米传看一下 来 没有 观众朋友这边 CD没到嘛 看这个样子 应该是CD没到 那这回合没到 下回合 也就到 下回合 有他们肯定就放米传的 这个东西没必要攒 CD还蛮快的 虽然技能介绍 是八回合的CD 但是通过一系列 经脉的加成 也就两三回合吧 基本上都可以用 洛华成尼 控手女儿 猴哥那边 也可以一样化胡萝卜 也可以起个灵动九天 被魔王秒的这么疼 对吧 灵动九天 咱也可以起一起 来 关掉风这边 咱们看一下 有没有还是没有 不过现在这个魔王 也是在一个测试阶段 虽然现在玩的人 比较多吧 这个门派 但究竟在武神坛上 能不能发挥作用 现在谁也不知道 谁也不知道 怎么着也得有个 两三个月的 一个测试的时间 大家最后选出一套 最强的 或者是两套最强的阵容 最后就固定下来了 就跟去年一样 就一套 石头面商 一套大同国标 就这么两套阵容 就这么整整一年 就这么打下来 就现在魔王具体的作用 还在测试 还在测试 还有就师傅 究竟还能不能打PK 能不能登上这种 他们武神坛最高级别的舞台 现在也在测试 都不一定 战敌加起 开始寻找突破了 可以先P一下武装 就紧箍咒 给武装套一个 可以直接把武装 先给他P死 紧箍咒 先套到盘四 那就是要点杀盘四 肯定是套谁P谁嘛 三千九 闪爆加了一口 哎呀 P盘四 八千九 看一下大死亡 还有几个回合 大死亡 三个回合了 哎 影响不大 嗯 看看猴哥那边 有没有点磁心啊 管家皇 再来一把金青 秘传 哎呀 一万一 就说嘛 这还要什么 无穷大呀 哎呦 这伤害就够了 那个东西 只能是锦上添花 这个跟当时的心源还不一样 那个心源欲出来 可能对面 可能对面一个队都要被团灭了 一个队都没了 这魔王这个也顶多了能秒死对面一个人 这也就差不多了 打了十八个回合一次都没有触发 你还指望他能秒死对面几个 但心源那个玩意儿啊 那是能把对面团灭了的 大家应该知道当时的士陀和魔王的那个组合 那个恐怖的组合 一触发心源 一个团队直接就被灭掉了 哎呦 关家皇不会笑宝宝吧 应该不会啊 基本的尊敬还是要给我猴哥的 五个地厅 展示一下自己的军火 哎 跑宝宝队没毛病 猴哥为什么不跑宝宝呀 魔王 地厅夹药 玩个六 苍林血雨 要把猴哥直接吼出去 打了整场比赛 一个无穷大也没见过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